因為男人追女人老實講 我們沒什麼條件的 不能給他什麼東西 我如果是郭台銘不需要追女人 做著女人就來了 因為我們沒有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給女人一個希望 那這個希望如果沒有辦法實現 他就變成一個謊言 所以我們男人一生就講三大謊話 談戀愛的時候 談戀愛的時候講這個謊話 我會永遠愛你的 這諮商是最聽到的 我會永遠愛你的 女生居然就相信 世界上有永遠這種事 我明天都不知道會不會被車撞死 我怎麼會有永遠 所以我會永遠 到死之前嘛 那個永遠是到死之前嘛 對啊 問題就是他以後會永遠 問題是人家知道人是會變的 世界會變的 這個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 所以既然什麼都會變 你怎麼可能要求我的感情不變 所以你現在會對你太太說 你不會永遠愛他 我不會永遠愛他 我會跟他永遠相愛 這不一樣啊 這是雙方的啊 就如果我一直愛你 你也一直愛我 我們可能愛一輩 但是說只有我愛你 你不愛我怎麼可能繼續愛下去 你不是講說沒有永遠的事嗎 當然沒有永遠的事 所以我們過一天算一天 我今天早上起來開始用力的愛你 叫我們每天早上起來 多用力 我們每天早上兩人起來一定講 一定講 Good morning I love you 哎唷 敢說喔 每天講 一定講 喊口號一樣 父親中華文外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I love you very much I love you infinity 反正呢 就變成一輪了 聽得出來 對 所以 所以開始 這是未婚的時候 騙了口號 所以這是一句廢話 我會以為你 那到了結婚之後 我下輩子還要娶你 我下輩子還要娶你 這也是 為什麼這是騙的 因為男人就覺得說 覺得我們很好嘛 你看不但我們現在好 我連下輩子都要娶你 那已經超過永遠了 我不是愛你到死 我死後還要愛你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女生心裡 老娘之後你一輩子 下輩子還要跟你 我曾經偷偷私下問過一群 就沒有男生在 一群已婚的女性 說哪一個下輩子 還想嫁這個老公的 NO 永遠 Zio 對 所以 所以我下輩子還聽你這種話 如果要講 我只有聽到一個長輩講成功 他說太太你辛苦了 下輩子我做你老婆 這個就漂亮了 我來個漂亮 所以這會不會是 前戲的一部分 這個 也有可能啦 就是所以 說這個多有用耶 所以就是放出 很多希望嘛 就是所以這些希望 然後呢 到結婚之後 對這個第三者小三 小三就會 小三每次講這句話 他說 他成功他要離婚的 所以其實外遇要達到 追小三的三部曲 這個叫人家實在不道德 不過做太太的也可以防範一下嘛 第一句一定是說 我太太都不了解我 第一個就 才取得那個小三的同學 對 第一句要先講 我的婚姻不幸福 我的婚姻不幸福這樣子 然後說 再來就是說 我太太都不了解我 對方就覺得你婚姻不幸福 所以不是我破壞你的婚姻 然後呢 你太太都不了解你 所以換句話說我比較了解你 然後我覺得我們心靈很契合 對啊 這個時候女生那個心就 希望又出來了 又可以取而代之 你既然娶到一個不好的太太 那你跟他不合 那我就來準備取代這個人 那男生的目的是 男生的目的是 男生並沒有要離婚對不對 當然沒有要離婚 男生怎麼可能要離婚呢 男生只是要給對方 所以我說男生永遠在給女生 虛妄的希望 讓你覺得我有一天會離婚 然後這個女生就乖乖的 當他的小三 在那邊後補 我們為了上床 然後一再一再販賣希望 也可以這麼說 希望是最好的產品 所以女生通常就是在 男生給的這些空虛的希望裡面 對愛情去感到幻滅 對男人感到失望 這一點我代表天下的男人 跟各位致歉 雖然我已經不再做壞事了 假定那個角色互換 因為我們對那個小三說 我那個女生會覺得說 她是承諾過要離婚的 其實我們只是想要跟她上床 對 用盡所有的手腕換賣戲 換兵之計 那如果是假設換過來呢 男生會相信嗎 男生相信女生會離婚喔 對啊 男生才希望他不要離婚 離婚多嗎 離婚萬一你要嫁我怎麼辦 對所以男生想要 因為我是小王 對 然後女生也是承諾要離婚的 可是那女生那個承諾是真的嗎 女生的承諾嗎 我覺得女生不會這麼容易講這些話 就是比起男生來 女生通常說出口應該 就是認真的 他如果真的跟你講這句你就要怕了 那不是他講那些話 不是為了騙跟我們上床嗎 沒有就表示我覺得大部分 因為女性外遇其實大部分比較秘密 就是他會藏在心裡面不講 有很多精神科有這樣子的 就是心裡很愧疚的女性 所以當他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表示他已經想過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把他接起來 喔 愛就知道了 那女生講我會永遠愛妳 是講真的嗎 女生我覺得女生的永遠 如果硬要相較起來的話 她的永遠的成分比男生真 成分比較足 對可是如果來做治療以後 我們就會讓他知道 在世界上沒有永遠這件事